欢迎收看财经护城河 各位同志们好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台北股市算是一个下跌缩低的一个行情 那在最后的一盘呢 这爆量 爆了将近700亿元的这个成交量 那大盘最后是缩在这一个14561点 下跌了这108点 成交量呢 再因为这个700亿的丢出来 那这最后的缩盘的成交量 比昨天再扩增到这个2312亿元 那原本这盘中是一个明显量缩的一个走势 明显的这一个开盘量缩盘中也没有这样 太多卖压 但是这股市呢 这追控的这个意愿 那这个地方不算强劲的情况 这最后拉出这尾盘 到底应该怎么解读 待会我们都会来告诉大家 好 首先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这一个最重要的新闻 这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新闻 那美国的参议院呢 对于台湾的这个政策法呢 大转弯 那这原本呢 更改为台湾的这个代表处呢 就改为国会建议的这个意见 好 那这个地方呢 要告诉大家 风险到底在哪里 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 这中美交恶 那这个会有这战争的可能 那中国大陆一直在放风声 对于台湾台海问题 那这个地方 美国不能介入 那在美国呢 这个如果肯定要介入 扶持这个台独的话 那中国大陆呢 这个呛下就是要以军事武力来解决 好 但是呢这是过去 这是过去大家的说法 这中国大陆官方也是这样说 那美国呢 这个拳头比较大 好 但是呢 这现阶段的美国呢 这个国会这个形势 还是有一点点转弯 而这转弯呢 这代表是什么 这台海地缘政治的 这一个怎样 战争的风险是怎样 有降低的哦 这件事情原本是被极度的关注 好 那但是呢 现在这个政策转弯之下呢 那我会告诉大家 台海之间的地缘政治 战争的风险会降低 好 这对台股当然是一件好消息 另外一个重要大事 是这个我们昨天说的 这个 这个普丁跟习近平的这个会面 好 那这聚焦乌克兰跟台海局势 这是市场讯息 直接告诉大家 好 这两个人就是要谈乌克兰的合作 这两个人就要谈 就是这个未来怎么一起面对 台海的这个问题 好 那不管怎么样 他们说了 好 不好意思 好 不管怎么样 他们说了什么 那我还是这个延续我个人的看法 好 我只会告诉大家 这无二战争 如果确定乌克兰是战胜 俄罗斯是战败的 那台海地缘政治的这个战争风险 会急剧的降低 好 这一样对台北股市是一个重要的利多 那乌克兰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战胜这个俄罗斯 好 那现在的市场上的讯息 感觉上都是非常非常的这样明确 应该就是会打胜仗 而且打胜仗的时间会这样 会提早在 这个应该在这个未来的一个月左右 应该就会有看到一个好消息 好 所以呢 这个习普会 是普习会 那我们都不管 总言之 只要俄罗斯战败 那这个其他事情都不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 好 那再来是这一个扁很大 离岸人民币呢 这扁破了这一个7块 这个我们在节目上面已经有跟大家讲过 对于中国大陆的官方 早就已经有这样 有所准备 好 让人民币扁破7 但是呢 不要扁得太急 不会扁破7.2 只要7.2没有被扁破的话 整个市场上呢 也因为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那这市场上的这一个情绪呢 也不会这么的这个欢乱 这不会这么的慌乱 所以呢 对于这个人民币呢 在这个地方扁破 扁破这个7美元的这个走势呢 我个人认为 这个地方 对股市而言 短线当然是一个利空 因为这人民币的贬值会带动了这亚洲主要货币呢 都大家都会趋贬 为什么会趋贬 因为呀 这个产品要竞争性 好 那人民币继续的贬 那我们这台币也会贬值 那对新台币的走势而言呢 我们昨天已经有跟大家讲过 有一些这个人说 已经要这个高速专业银行 建议说 那应该让新台币贬到31 32 让这个台湾的这个出口报价能够具有比较高度的一个竞争性 而我们昨天在节目上面也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如果以这个日币的这个贬值的幅度来看 对照这一个日本股市的角度来看 似乎呢 这日币的贬值对这个股市是有帮助的 但是新台币的贬值对台币股市呢 却是比较偏向负面 却是比较偏向负面 但是我还是会告诉大家 这地方的贬值 这地方的贬值呢 我认为这美元指数走强的时间不会太久 很快就会有一些事情把美元指数给压下来 即便未来FED的升息的脚步是确定的 但是呢 我还是会告诉大家 很快的你会发现到美元指数 开始会见高往下 很快的你会听到一些FED的这一个 这个声音会比较趋向于中性 很快的你会看到这个通膨的因素在美国是这样 有被压下来的 好 所以呢 这个短线上面的这个走势呢 我们就不多做解读 我只会告诉大家对于这个看法 我们是依照这个股价线路来告诉大家 美元指数的走势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一根红跟线拉起来之后呢 这个昨天跟前天 昨天跟前天的走势是一个小涨跟小跌的一个走势 那在今天的亚洲时间点呢 虽然这人民币是扁破了7 但是呢 这个地方的这个美元指数 有没有持续的这个增强 有没有再拉出一个中长红 并没有 所以这整个市场呢 在这个地方还是在等待 9月22号 这个美国FED利率决策会议的内容 公布到底是要 升3码 升4码 还是升5码 又还是升2码 好 这个答案呢 我会告诉大家 这应该就是趋近于这个 升3码 原本市场预期的3码 就是3码 升4码跟升2码的几率会比较低 好 那升5码就更不用讲了 这几乎是不可能 好 所以呢 以这个走势来看呢 如果美元指数呢 在最近的股价 这个这个价格走势是往下回落的 好 那搞不好 搞不好这个 升3码之后 那这个FED这个主席的发言 好 这会后的记者会的言论 会比较倾向于这样 比较这个中性 那你也要观察一下 好 总而言之 美元指数呢 在这个FEDDD决策会议内容之前的走势 算是一个指标 算是一个指标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新台币的这个利差 这个扩大之后呢 会有这个借 借怎样 借台币买美元 借新台币 好 那这所终抱着美元 好 赚利息 好 这个过去 在这个日本 就出现这个 这个利差 就是这样子 好 那很多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基金 这大型机构的这个基金 好 就直接把这样 把钱汇去 那个日本 好 在日本买了一些房地产之后呢 然后再借美元 借美元出来呢 然后再怎样 套出来 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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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差交易 反正就是 这套息 我们可以讲说 套息交易 好 这个地方的 这个走势呢 这个我们 台湾的厂商 台湾的老板 很聪明 但是呢 在这个中央银行总裁的 这一个 5A总裁的 这个执行之下呢 我认为 这种效应 是不可取的 另外一个 这种效应呢 应该也不会很大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对于 新台币的汇率 是要升 是要扁 对于台湾 接下来的 这一个 升息 是要升很多 还是升一点点 我认为 大家都要相信 我们的中央银行总裁 这个杨金龙先生 好 那过去呢 这个彭华南 是这个标准的5A总裁 那这个杨金龙先生 其实是 这个不妨多让 不妨多让 大家应该要讲 相信他们有掌控的能力 好 对于这个股市上面的脉动 我们再讲一次 好 日本贬值 对日本股市 是好像是一个激励的一个效果 新台币的贬值 对台北股市呢 好像是一个 怎样 比较负面的 好 那这是一个 这个过去 我们这个市场上的 这个 这个研究台北股市呢 通常都会有人用 新台币升扁来 怎样 来解读 这个台北股市要涨跟跌 好 虽然这个效应一定会存在 但是呢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这要借新台币来怎样 买美元 换成美元 做这个套利交易的话呢 套息交易的话呢 我认为 我认为这个是不可取的 而且这种 这种事情呢 应该不会是一个 这个常态 好 最后 这个直接跟他讲 我相信 我们的这个 中央银行 我相信我们的 这个中央银行总裁 杨金龙先生 他们可以有能力 掌控好 好 所以呢 对这个市场上的变化呢 这个汇率上面的这个问题 我们就不多做解读 我只会告诉大家 你一定要相信 中央银行 好不好 好 那拉回到 这个美国市场的表现呢 在昨天晚上 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呢 S&P500指数呢 纳斯达克指数 跟飞程半导体指数 都是一个偏空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这偏空的这个走势呢 主要的原因呢 是美国的市场 是持续的担忧 这个FED 立地结束会议的内容 到底是怎么样 好 所以那这美国人 我们也是觉得很奇妙 好 那基本上呢 美元走强 这个美国股市是走扁 这是走低的 过去呢 我们就曾经跟大家讲过 美元指数跟道琼工业指数呢 是乘反比的 乘反比的相关系数呢 大约是30%到40% 好 所以呢 那在这个美元指数的这个走强情况之下呢 道琼工业指数当然是要往下走跌 但是 我们刚刚已经有告诉大家了 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美元指数最近的走势 你觉得它会继续的往上走强 还是会继续的这样 盘整 好 这两种走势 这继续往上走强 那当然 这道琼工业指数呢 会这样 会比较偏空 那如果这地方是一个盘整 那你想都不用想 道琼应该跌不下去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因为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道琼工业指数的日K线 这日K线呢 在昨天晚上 在前天晚上已经破底 这是一个创新低的走势 过去我们跟大家讲过 31500点下方有这样 有支撑 那这一根大跌的这个长黑K 灌下来之后呢 这个支撑呢 在最近的这一个地方 都已经感觉上好像不保了 但是在股价陷入上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股价创新低 KD指标有没有创新低 并还没有 MECD的这种走势呢 有没有创新低 也还没有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有这个指标 背离的这个契机了 这买讯哦 投资员你一定要记得 在未来两个交易日 如果美国市场 这个地方是打不下去 尤其是在今天晚上呢 是这个美国的四五日 这四五日如果打不下去的话呢 那这个 下礼拜一应该也是压不下去 那未来两个交易日 这道琼工业指数 如果压不下去 未来这个地方拉出一根中长虹 我们应该讲说下礼拜 如果随时有一根中长虹上涨 穿出去的话 那这背离买讯的这一个强度 就会讲很强 上涨的走势呢 也会非常的强 相反的如果他在未来两个交易日呢 这个会继续的往下走 继续往下跌 那这地方背离买讯的契机 还是会存在 只不过未来在拉出上涨走势的时候呢 这强度可能就会比较弱一点 差异 差异在这个地方 好所以呢 对于美国市场上面的表现呢 这一个地方到底要升三码 升四码 升五码 好从这儿我们已经跟他讲过了 升五码是不可能的事 升四码几率比较低 升三码是这样 跟市场原本预期的是一样的 所以对于美国市场的表现 对于国际股市最近的这表现 比较偏空 连带今天亚洲主要股市呢 这个日本股市是一个明显的下错缩低 好那南岸股市呢 也是一样 这个拉不起 那这个上海指数呢 跟这个香港人升指数 也是一样偏空的情况之下 好投资票 短线上面 当然市场上是有疑虑的 但是我还是告诉大家 在操作交易的心态 请你一定要对台北股市有信心 请你一定要对台湾有信心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中美交二 对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利多 对台湾的利多的产业有第一个叫做网通 第二个叫做什么 投资票 第三个叫什么 太阳能 投资票基本上呢 在这个市场上过去呢 被打压了这个台湾的这产业呢 这中美交二之下呢 当然是会有一些利多 但是对半导体市场 对其他的这个市场上面来讲呢 有人认为 这个半导体呢 就会怎样 受到影响 我还是告诉大家 这影响性非常非常的低 不会很大 那当然呢 这个有一些涨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晶片是这样 透过台湾出口到这个美国厂商 再从美国厂商转进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呢 这每年的这个半导体的需求 那进口的数字呢 当然是占全世界的这个分量 比重很高 但是 投资票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厂商 这个老板跟政治 未来我认为都还是会有脱钩 那对于这高端的晶片 对于高端的晶片而言 我们已经一再的在节目上面 跟大家讲过 影响性非常低 NVIDIA的A100 这个超微的这个高端的晶片 来讲的话呢 对这个台积电的这个供应链上面 事实上呢 出口的这个 这个营收的比重 并不是很高 NVIDIA这个英伟达的 这个A100的这个晶片 大约这不占 占到不到这个百分之一 那如果再加其他高阶的 这个GPU的这个晶片来看的话 大约在这个百分之一左右而已 不到百分之二 所以呢 在这个台积电 台积电的这个股价呢 这个我认为 大家不应该看衰 那我们拉回到 这非诚半导体指数的角度来看 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这个昨天晚上 也是创新低的一个走势 在这指标上面呢 有没有创新低 并没有 那在MACD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所以呢 在今天晚上 这个事务日的这个情况 如果费半呢 这个打不下去的话呢 那大家就要心理准备 你还是要怎样 抱持着多方的心态 来面对这个股市行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的这个走势呢 这个地方在昨天还没有创新低 那纳斯达克呢 就最近的这个走势呢 相对道琼 相对非诚半导体指数 相对SNP500指数 是相对的这样比较强势一点点 但是呢 在今天如果有时 稍微的下跌 那它就会创新低了 所以呢 在这走势基本上呢 美国四大指数里面 走势呢 在日K线呢 都会背离的这个买讯的一个契机存在 好 最重要的时间点 好 那我们再拉回到这个升息上面的角度 那就直接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升息 同时没有 答案当然叫做什么 通膨 对不对 你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好 那为什么会有通膨 因为这个供应链的关系 因为这个乌尔战争的关系 因为中美交二的关系 总而言之 利油一堆 白白款 好 但是呢 那我只会告诉大家 过去的半年多的以来的这时间 通膨通膨 研究通膨的这个研究报告 全部丢出来的这说法呢 都会包含着一个乌克兰战争的因素 乌尔战争是其中的影响因子 那如果接下来乌尔战争结束 会不会就没有通膨 会不会降低通膨 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答案当然叫做会 好 所以呢 投资争 你一定要这样子思考 好 用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呢 在现阶段 FED的结束会说 我要升 升三码 那未来会不会继续的强升 那乌克兰战争 如果结束掉 那FED这样 对通膨的因素 就会这样减少一个 而且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因素 那未来的展望 美国的通膨膨胀的这个几率 就会这样降低 会降低 好 那这降低的这情况 那未来FED的升息的这个走势呢 就这样 就比较不会这么激烈 好 所以呢 对这个股市上面 当然是一个利多 那请大家一定要这个 这个思考一下 好 你眼前 面前是FED立地决策会议 是这一次 但是呢 未来你要怎样 在会议之后呢 要碰到的一件重要大事 是乌克兰战争 有可能谁死都怎样 取得胜利的时候 那这股市当然要以利多来表态 那在这个操作的这个 策略上面 你应该怎么面对 你要怎么这个 做出你的这个决策 当然是先以利多的角度来期待啊 你当然你 你会说 老师我先做空放空 等这个FED升完 这个这个立地决策会议开完之后 再做多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但是呢 我还是跟他讲 基本上你一定要 心里面要存在的是 未来会有一个潜在的利多 就是乌克兰的战争 随时都会有被结束的可能 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讲了这么多 希望这个投资朋友们 能够记起来 那个 不要太过度的悲观 那我们基本上还是告诉大家 那你要以这个中信 偏多的角度来面对台北股市 那在对台北股市 一定要有信心 一定要有信心 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江坡图 开地之后是往下回落的 那在这地方我们就说过了 开盘的成交量比昨天缩小 盘中的卖压呢 这追空的意愿不是这么的强劲 虽然这卖单 这个比这个买盘还多 但是追空的意愿不是那么的强劲 那主要原因是这个成交量量缩 量缩量缩到尾盘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最后一盘丢出来了 699亿元的大量 这爆量 好这爆量我们就算700亿 700亿加进去呢 这最后的这个缩盘的成交量呢 是2300多亿 所以换句话说 把这700亿扣掉的话呢 今天在这个最后一盘之前的成交 是1600亿元左右 那以正常的角度来看 今天的缩盘的成交量 有可能会这样 再创新低量 应该是在1700亿元以下 但是因为这最后一盘 699亿元丢出来 造成今天是一个下跌量缩的一个走势 这下跌的量缩的走势呢 到底要怎么来解读 好来投资票 基本上 这地方股市是想要下跌的 这地方打下来是这样 测了这个下引线的这个支撑 这下引线的支撑 来自于这一根红K线 这一根是一个跳空下跌的 这一个黑K线 这个下跌的黑K线 非常非常的凶猛 那但是在隔天就拉出了 这根红K线 换句话说 这一根红K线是怎样 非常非常有力量的 涨上去之后 碰到地空打下来 这个下引线碰到 这红K线是怎样 就流出来了 那今天这个股价 再回落到这个区间 再回到这一根红K线的区间 当然还是会有支撑 而这支撑很明显的 第一个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在这盘中的卖压是怎样 有的 但是追空的意愿没有很强 第二个是最后一盘爆量 这699亿元带出来的这个成交量 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的这个大盘的左势呢 它是留一点下引线 代表是这个地方还是一些 还是有一些这个重要的支撑 可以防守 好所以短线上面 你可能会感觉感受不到 这台北股市呢 到底是会不会上涨 好像跌的几率比较大 但是呢 我们还是刚才讲 以这个股价限度上面变化 那基本上呢 股市在往下回落的时候 你一定会看到量缩 我已经说过了 如果股市不跌 成交量就要放大 一旦放大 对股市而言 就会是一个利多 对多头而言 就会是一个利多 好那我们刚刚这个 这个K线没有给大家看 我们来切过来 给大家看这个地方是 最后一盘的爆量 这699亿元 这最后一盘是这样 跳高的 好今天的这个K线 这个是5分钟的K线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最后一盘是怎样 使得这个走势呢 是这样缩了一些下引线 所以呢 在今天这个行情上面的变化呢 大家就要特别特别留意 没有量 对多头是这样有利的 那这爆量 这使得这一个地方缩下引线 也告诉大家 股市下跌 也是有一些支撑的 那今天的这个699亿元的 这个爆量呢 这个最后一盘 那市场是说 把它归列为是 这个市场权重调整 好这权重调整 权重调整 基本上呢 这权重调整 那有一些股票呢 通常会怎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重要的全职股 就直接切过来 好过去呢 权重调整的这个地方 如果是这样 最后一盘是跳高 那隔一天下礼拜一 下礼拜一 它开盘就会跳下来 好那对照台北股市 台积电的角色来看 最后一盘呢 它是从这个470.5 最后收到这个472 换句话说 它这个地方丢出了 2万多张的这个成交量 是多跳高了这样 1.5元 下礼拜一 开盘这1.5元 就要跌回来 好那如果没有跌回来呢 好同学来你就要有心理准备 正常的走势 今天的尾盘有跳高 下礼拜一开盘会跳回来 但是如果下礼拜一 没有跳回来呢 同学来这就代表是 今天这最后一盘 这买盘是怎样 实买盘 是实 真实的买盘 并不是因为调整 这个群众调整 而这样 而丢出来的这个 这个单子 好所以呢 你一定要留意 下礼拜一的台积电 如果这个1.5元 不会跳低开 好那这 今天这2万多张 就是真实的买盘 好你一定要留意这一点 好那其他的股票呢 我们就不多说了 一样的例子呢 在这地方 这一个红海最后一盘 是多了0.5元 那在这个国内金 是往下的 那这连电我们不看 连巴克也是 好那这个华硕 这是一样 2699张 是稍微的跳高 好跳高一块 那这个群创有达 有达跳的比较多 那这个地方是 这一角而已 好这成交量也是2万多张 2万9000多张 好所以呢 对这个股市上面的脉动 我们就这样子跟大家解读 今天跳高开 下礼拜一就要跳高 跳低跳回来 好如果没有跳低跳回来 那就代表今天 这最后一盘是 真实的买盘 好这观察的重点 就这样子跟大家讲 好那我们再切回来 这个大盘的这个走势 大盘的走势呢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这地方是一个下跌 一个跳空的一个中长黑 好这长黑K的这个地方 购买压非常的强劲 那带出来这一根红K线 代表是多头是这样 奋力一级 然后这股价的脉动 跳高之后再往下回落 好这地方撤回来 这一根红K线 当然是都会有支撑 好我们再讲一次 投资票 基本上如果今天的 最后的一盘 700亿没有出来的话 今天是量缩下跌 而且是创新低量 几率很大 几率很大 好那今天的这个地方 最后一盘跳出来呢 它又留着下影线 这代表是什么 下方是有支撑的 好所以呢 下跌量缩 对多头事实上是有利 那下这个下跌 这个量增 这留着一点下影线 代表是这个地方支撑 还是存在的 好那我已经讲了很多遍 重复给大家听 那希望大家能够记起来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大盘的周K线 周K线呢在这地方的变化 今天是一个 这个礼拜啊 应该说 这礼拜是小跌 小跌应该 我没记错是21点 看一下 不要说我说错了 好这下跌 这个没错了 这下跌是21点 这礼拜下跌21点 成家要是量增的 这地方呢 我们说过会有一个凹动量 这凹动量出现 小跌 但是呢成家量量增 这没有关系 那你不要过度的解读 你不要过度的解读 好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的这走势呢 我还是告诉大家 周K线呢 在这个 转强的这契机 还是存在 好这周K线转强的 这个契机存在呢 今天晚上呢 美国股市如果 事务日打不下去 好那这做空的投资员 你就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那这个地方 下礼拜的台币股市呢 多方就有机会表态 那一旦表态呢 好那这个周K线上面 会延续着这个多头的 这个线路往上走强 好那未来两个交易日 也就是在下礼拜一 下礼拜二的走势 都是属于这样 空方要表态的时间 如果空方失去了这个机会 不表态 这代表是多头 就是有很明显的转强的气机 而多头要转强的这个重要的气机 的这个位置 还是要跟大家讲 在这个黑街线的下缘 我们直接讲点位好了 在这个大盘 好这黑街线的最下缘的 这是一个跳空下跌 又跳空上涨的这个位置 好14623点 这个地方一旦台北股市站上去的 就代表是多头开始有转强了 请你一定要记得 做空的投资配合14623 一旦被突破 那你就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那做多的投资配合14623 一旦被突破 你就要怎样 要安心 要安心 不要太过担忧 好那对大盘的走势呢 我们就不再多做解释了 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地方 下礼拜多头非表态不可 非表态不可 下礼拜一礼拜二是空方的时间 但是多头一定要在这地方表态 相反的 下礼拜一礼拜二是空方的时间 如果空头不表态 那多头当然就怎样 就会气盛了 好那我们绕一道这个大盘的月K线 还是跟大家讲 这14825 这是这一根长EK的这个最下源 最低点 要尽快的站上去 那站上去之后呢 这市场上就会比较偏多的这个震荡 那一旦偏多震荡呢 我个人预估就是在下个月 这大盘的这月K线 就会开始修正这下跌的乖离 那这下跌乖离一旦修正 这接下来股价呢就会比较偏多 整个股市 那在10月份之后的走势呢 我认为会比较偏多 这几率比较大 好所以操作教育上面 再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站在中性偏多的角度来面对 来看一下这支股票 那在台积电我们刚刚已经看到 追盘是20255张跳起来 这个地方大概是一块半的一个走势 那这走势呢 我们刚刚已经解读过 已经跟大家说明过了 那下礼拜一如果没有办法 开低跌回来这1.5元 就代表这是怎样 实买盘 这是实买盘 这2万张是怎样 真实的买盘 好对于台积电股价的上面的这个 这线路的变化呢 这个地方我还是告诉大家 500块之下的台积电呢 是千载难逢的好买点 好那你手中的股票 你手中的股票要续报 好那你手中有现金 讲到台积电 喉咙就不舒服 好那这不要多做这个揣测 来投资员我们再重讲一次 500块以下的台积电 我再讲一次 是你千载难逢的一个好买点 好那500块以下的台积电 你手中已经有了 那你要续报 那你手中如果还有现金 那要不要加码 我会告诉大家 我昨天已经带我的会员朋友 在这地方加码了 今天股价下跌 我会不会担心 我会不会担忧 投资员答案叫做不会 答案叫做不会 为什么不会 投资员我已经跟他讲过了 以台积电的这个三奈米的制程技术 他做出来的晶片 会比五奈米更好 更优异 好那这全世界的主要的大厂呢 或者这个从过去的 这个苹果 这个超微 再加这个联发科 这三大厂商之外呢 这Blockon也会进来了 Intel的订单也会进来了 那NVIDIA 在游走三星跟台积电之间 他选择三星 最后会不会又回归到台积电 我认为还是会 我认为还是会 好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台积电未来的这个 营运前景 我认为是这样 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以营收的角度 以毛利率的角度 以这一个获利的角度来看 都是这样 高成长的 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是一间大股本的公司 他竟然还可以在这地方 展现高成长 投资员答案 这种股票 这种公司 你买进去 要担心 要害怕吗 你现在要想的是说 你所中的股票 你是买在600多块了 你应该怎么办 这个地方要不要加码摊平 答案当然叫做要 600多块到这400多块 这价差已经将近怎样 投资员一两百块了 你加码摊平 当然是对的 那如果你是买在500多块了 投资员到这个地方是400多块 你要不要加码 那你就要看你手中的资金多不多 如果你手中资金够多的话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加码 好 那如果你手中资金不够多 那你就先留着 或者你把这原本的资金 去做其他股票都没有关系 那另外一个 如果你听我的话 530块附近有这样 稍微卖出调节一半 当时获利卖出一半 在打下来的股票 这价格已经将回到500块之下了 为什么不要买回来呢 当然要买回来啊 涨到快接近530块 我也通知大家 你要把你手中股票获利卖出 打回来当然再买回来啊 为什么 因为530块肯定会突破了 台积电接下来这个股价呢 这一根红K线我说过了 这一根红K线收盘价505块 会有压力 这个地方会被突破 什么时候被突破 都是股价强弱的一个关键 好那我认为尽快突破最好 越早突破 对台积电未来的这个股价走势 会越值得期待 那当然呢 在这整个市场呢 还是会有人非常非常地担忧 就像我们这平民媒体呢 有这个社论 这个社论就写了这一个地方 这标题 美国怎样 滥丝常备 那台湾的产业 陷入集体焦虑 对于这中美壁垒 骄恶的情况 我只会告诉大家 那台湾的老板 台湾的企业的老板 过去的这一个 一二十年 三四十年的这一个 这个成长 都不是受到政府的帮助 完全都是这些老板 老板的员工 奋力努力打拼出来的结果 台湾有很多重要的厂商 这个竞争性是每年每年递增 每年每年增加 成为全世界所趋一指 No.1 No.2 No.3 这些老板打出来的这样 这事业都不是靠我们台湾政府 所以呢 这接下来 这基本上中美交恶 中美壁垒的这种情况 我认为我们台湾的这些企业的老板 他们的这一个知识水准 他们这个智慧都应该还是会怎样 会脱颖而出 都应该会怎样 会有能力解决 所以呢 我对这个台商 接下来要何去何从呢 我认为这不用太过担忧 不用太过担忧 基本上呢 在对这个 这个 类似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 那你就更不用担忧了 更不用担忧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Semi-Kong Taiwan 我们已经说过了 在这个14号的时候呢 在这个南港展览馆已经开幕了 好 那这个Semi的这个全球的这执行总裁呢 也在发表谈话 他认为 在这个半导体的规模到2030年 从现在到2030年 将近还有一兆美金的成长幅度 一兆美金换成 目前新台币的汇率呢 大约就是31兆左右 好 那这31兆的商机 我们已经跟他讲过 你认为台积电可以拿下来多少 对台积电的这一个技术制程呢 我们已经跟他讲说 从5奈米 4奈米 4奈米 Plus到3奈米 接下来进入明年下半年 3奈米Plus 未来进入到2奈米 同志们 3奈米沿用了FinFix的技术 3奈米有一个最新的技术 叫FinFlex 跳到2奈米的时候是GAA GAA的技术 可以让这一个产品的效能 更加的提高 台积电从5奈米 到4奈米 到3奈米 到3奈米Plus 到这个未来的2奈米 他的竞争是持续延续保有的 这样子的公司就根本都不用担忧 好不好 投资料 基本上我会告诉大家 请你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投资 投资 你应该要怎么投资 操作交易 这个策略 如果你不会拿捏 如果你应对的不好的话 这个地方当然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呢 投资料 如果你应对的好 那当然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好不好 好 那苹果发表会 下单9千万支了 后来又追加了2千万支 我已经刚才讲过 新的iPhone肯定会 卖超过9千万支了 那你已经看到了 讯息很快就出来了 那追加订单 那苹果概念股 你要不要买进 台积电是不是苹果概念股 鸿海是不是苹果概念股 大力光是苹果概念股 郁金光是不是 投资料你自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再从台积电延伸出去的厂商 再从鸿海延伸出去的 鸿海集团的股票 再从大力光延伸 扩充出来的这些光学的股票 投资料你要不要留意 投资 我说过了 第四季 是每年台北股市上涨的时间点 第四季 我说过了 在10月份 就会开始大盘下跌 这个月K线的这个乖离 会开始修正 接下来 投资料你应该就是要站在买方 对台北股市肯定要有信心 你手中的股票 如果你还是不知道要怎么操作 要怎么换股的 投资料 LINE就在我的手下方 QR Code你随时都可以扫描来询问 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还是要跟他讲 你一定要对台北股市有信心 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手中资金够多 当然要逢低早买点 四季加码 摊平都没有关系 但是投资料 如果你手中的资金不够多了 你操作交易有疑问 一样的可以在我们LINE询问 再讲一次 LINE就在我这只手的下方 QR Code随时扫描 都可以来加入询问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这地方 明天再 祝大家假日愉快 下礼拜一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